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 白宫的印太沙皇 康贝尔的公开谈话 提及这一个部分 那到底支不支持台湾独立 引发台湾蓝绿对战 对 台湾的话 其实被台湾一些人 错误解读了 我们稍微还原一下 各位刚刚看他那样的讲话 除了他在一个 比较特定的场合讲话 美国有一个智库 就亚洲协会 定期不定期 会办一些会议什么的 因为疫情期间 所以大家就开了远距会 那么他是远距参加的 各位刚刚看到那段话 其实还有后面一段话 除了前面这几段话之外 后面那段话他说 美国支持台湾尊严 也试着就台海两岸 清晰释出贺阻讯息 就是我们在讲 我们说美国不再说 爆发战争 我来或不来支持台湾 我根本不希望爆发战争 这才是我最高目标 发出贺阻讯息 中共采取的 对国际秩序挑战 对国际秩序形成挑战的 各种各样的措施 让国际社会引发不满 所以国际社会 必须释放出一些讯息 而这个对大陆跟香港 将来可能采取的 这个事项来说 都很重要 这话讲得非常含蓄 但是其实背后的含义 是非常清楚的 那话出来我看到这两天 台湾蓝英的朋友 有些很高兴 然后蓝英有些朋友 很悲观 其实两者的解读 都不太准确 简单说就是 美国几十年来的立场 其实并没有改变 这段话 其实更多是针对中共 而不是完全针对台湾来的 话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政策源起不是今天 当然它最近其实 美国政府 美国历届政府 大概是将近半世纪以来 时不时的在不同场合 都说了类似的话 所以我们来看这句话 最早怎么来的 1949年 当时国民政府内战失败 然后要退到台湾的当下 美国当时曾经有人认真考虑说 我要把台湾拿下来 拿下之后我要怎么办 那内部辩论了很久 我们也看到那个NSC 就是国家安全会的 那个内部的文件 现在后来公开了 那最后决定了 放弃这个蒋中正 放弃国民政府 然后放弃台湾 这就是最早版本的弃台论 所以1949年到1950年 年初韩战爆发以前 美国的立场是弃台论 韩战爆发之后 美国才突然惊醒 那我们就开始大理游说 韩战这个进行了三年 我们游说了三年 然后最后呢 美国决定修改对华政策 就原来是抛弃台湾 然后原来是希望能够跟中共联手的 就最后180度大转变 变成说联手台湾 同盟台湾 然后回去围堵中共 把中共看作是苏联同一伙的 所以这么一来呢 跟台湾同盟之后就签订 我们所知道的台美协方协定 或中美协方协定 而中美协方协定呢 有过两次具体的落实 第一次是1955年就撤退大臣的这些异包什么的 第一次 第二次是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这两次呢 美国直接是出手的 那么这正是什么时候转变呢 我们过去也讲过 美国跟苏联在19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到70年代呢 激烈的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到了60年代末 70年代初的时候呢 苏联的整个核武库 陆海空的核武库呢 大概到达了美国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虽然没有超过美国 美国心理上是受不了 最后决定说呢 拉拢中共来牵制苏联 为了拉拢中共呢 就说他们就关系正常化 那么为了正常化呢 就必须发一个公报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上海公报 这就是我想引述给大家听的话的来源 那台湾有人解读上海公报很奇怪 他说这份公报啊 就很怪 双方呢各说各话 你说一段我说一段 你说一段我说一段 双方针锋相对 所以这公报没什么价值可言 我说不是 恰恰好就是你说一段我说一段 你说一段我说一段 双方又针锋相对还能发公报 那比如说后面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发公报的原因呢 是为了反对苏联 但又不能讲得很明白 所以用反罢条款去隐会出这件事情 但他们在上海公报里面 就一定会谈台湾问题 那么是这么说的 中共先说 他说台湾问题是阻碍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早已归还祖国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别人无权干涉什么的 全部的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必须同台湾撤走 后面讲了很有名的那段话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目的 在于制造一中一台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台湾地位 未定论的各种活动 也就是五项反对 美国没有直接回答这些东西 美国说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他也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 我说你们两边中国人说这件事情 我知道了 然后讲得非常的外交非常厉害 但他有一句话很关键 美国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就你们自己和平解决 我很关心这件事情 考虑到这个前景 他确认到说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的武装力量 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但没有讲时间 在这期间 他会随着这地区紧张巡视的缓和 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跟军事设施 当然后来呢 到卡特跟中共建交之后 这些事情就逐步做到了 好 79年 卡特当时不是跟这个中共建交了吗 签了个建交公报 基本上重复了我们刚刚讲的那文字 当然有一点点变动 但是呢 没有大的变动 核心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说什么呢 我在说早在1972年到79年 美国一直是采取一中政策 但这个一中是有改变的 最早的一中呢 讲的是中华民国 79年这个一中呢 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那既然讲一中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其实从那之后呢 美国立场慢慢开始转变 尤其就是建交之后 他们从来建交之后 美国立场慢慢松动 也就是不能再明白 讲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政府 他只能说台湾地区的什么什么 台湾地区当局 然后跨湖 1979年1月1日前 我们承认其为中华民国 很多说 但他是很明确表达了 到了1998年6月30号 克林顿到大陆去访问 最后到上海图书馆跟当地人士举行座谈 在座谈会上面他讲 他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加入 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组织 这所谓三部政策 或三部支持政策 美国官员其实过去说过这个话 但是美国总统公开讲 这是第一次 但美国也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地选择说 我在上海图书馆 由美国总统 跟当地人士说这句话 我不在一个官方场合 我不在白宫 不在记得会说了 所以他 他等于就是部分实践了对中共的承诺 但是又保留了一手 所以美国后来玩之后 又帮政策又解读一下 他说 这个不是新的政策 我们美国一直这样讲 只不过这次是总统刚好到了当地 然后当地谈起来了 我们就这么说了 但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 还是很大震动 所以请各位听清楚 美国讲的是 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大家说 那这个事情其实很严重 还没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陈水扁总统的时候 当时不是爆发了 这个911恐怖攻击吗 然后美国对于这个事情 非常在意 所以就全力处理 全球反恐 然后我们在这时候 去逼美国 美国非常生气 所以美国就回头去警告 陈水扁总统说 台独运动和台独什么 是撞墙的 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什么 到这里请各位注意 美国用的语言是 我们不会支持台独 美国没有说 我们反对台独 这句话在一般人听起来 没有什么差别 不支持台独 反对台独 今天一样 不一样 不支持台独就是 我知道有这件事情 我没有台独 我只是知道而已 反对台独就是 我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不赞成 而且我可能有所动作 换句话说 一个是有动作 一个是绝对没有动作 是最大差别 所以我在说什么呢 我在说 其实四五十年下来 美国一直是采取着立场 承认大家不是在辩论战略 清新和战略模糊的问题吗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美国底线没有改变 当然说 美国现在已经出来讲说 他将来可能打算 我说美国没那么说 我说你仔细看 美国只是警告中共 说你不要用武力 去解决台湾问题 我坚决反对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美国说了五十年的话 美国没有说新的话 美国没有说 如果台湾爆发战争的时候 我得捲起袖子进去干 这时候只有在过去 这个中美协方协定才有讲 协方协定一终止之后 就没有再讲过这句话 所以日本最近讲这种话 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好 那现在回到这里来 那么这段话出来之后 当然台湾有人高兴 有人难过 但有些人批评说 美国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台湾 这是国际关系的本质 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美国是这样 台湾也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国际关系当中 没有情义 国际关系当然有情义 就像我们送人家口罩 人家会送我们疫苗 这是情义 然后人家看见我们很危险 然后送疫苗 然后因为我们过去 送了它什么东西 这叫情义 但是在国际政治当中 我还是在提醒一下 利益是第一的 情义是第二的 永远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基本上叫做无政府的状态下 这个丛林社会 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 台湾对美国呢 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我们现在讲了很多 人家说你太亲美了 我说不是 我说你得看见国际政治 在现在的国际政治下面 台湾跟美国双方 有平行利益 所以台湾要善用这个情势 台湾要掌握好 台湾要能够罚交 而不是对美国有过度的 不切实际的期待 期望美国两肋叉刀 火中取利 这都不切实际的 所以活到那句话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是一直以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大家不用太担心 大家还是好好想想说 怎么样在现存的 国际政治当中 最大幅度的谋求台湾利益 这才是正道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来讲 我们下来讲